德国联邦议员就中国政府拒绝为议会代表团发放签证一事 向中国驻德师官表达了抗议 中国方面不接受绿党议员宝泽参加联邦议员数字化议程委员会防花团 绿党议员宝泽一直以来 为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的人权发声 在德国联邦议员向中国驻柏林大使写的一方信中指出 议会中的各方自己决定将谁送到委员会 这封信要求北京接受这个问题 这是德国联邦议员自己指定的问题 这封信是在7月29日寄出的 到星期一中国方面没有恢复 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森就此时发表声明 对关注东突厥斯坦的一切人表示敬意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政府始终撒谎试图掩盖东突厥斯坦的罪行 中国当局在受到国际社会压力后 不得不说东突厥斯坦没有压迫随时可以访问 但是德国议员的签证申请被拒绝 表明中国当局的声明不能轻易相信 中国掩盖其在东突厥斯坦的非人道杀戮行为的努力 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的犯罪心理 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见了世界维吾尔大会代表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乌曼尔·卡纳特 在白宫举行会晤 会晤中 副总统彭斯和卡纳特就维吾尔问题和东突厥斯坦局势交换了意见 在比利时避难的维吾尔人阿波利米提·图尔逊寻求比利时当局的帮助 以挽救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他的妻子乌尔亚提和四个孩子七年初 前往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 但是比利时大使馆叫中国警察将他们赶出去 从那以后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据悉比利时外交部于7月30日派出一个代表团 以了解这一家人的情况 但是中国当局拒绝他们的要求 称他们是中国公民 禁止出境 反修订逃犯条例风波愚言愚烈 香港多区昨日爆发示威活动 其中拳弯入夜后有身穿白衣及蓝衣的人士聚集 他们手指铁桶木棍等物品 追打身穿黑衣的示威者 这一场景不得不让人想起2009年发生的乌鲁木齐大屠杀 当时中国军人穿着片服攻击维吾尔人 俄罗斯一弹药库急火爆炸 周边20公里居民紧急出散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境区阿琴斯克市市附近 已出弹药库在周一发生了爆炸 目前爆炸开始平息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克拉斯诺尔尔斯克边境区阿琴斯克地区的俄中央军区物资技术保障中心 5日发生火灾并引起剧烈爆炸 造成四人受伤 附近20公里村状的居民正在被疏散